这是夸腹 打小就爱跑步 任何比较快的东西 夸腹都表示不服 甚至就连唐僧他们师徒 都被咱夸腹的速度给征服了 但是有一个人他愣是不服 你们猜谁啊 谁啊 就是策划呗 来你们抽抽 又给我找了个新对手 圣诞老人 不是一个老人能跑多快呀 速度每秒十米 那咱就说啊 就这速度也敢来挑战咱夸腹 咱夸腹没点击一次屏幕能跑一千米 就算你找一百头驯鹿拉着你 他都不好使啊 你有什么可豪横 还有呵 行 那就让你看看我为什么豪横 我也不欺负你啊 赶紧用一根手指头点击屏幕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圣诞老人 要要要要要要 要我去 在雪地上 咱夸腹穿的黄金切尔系 完全跑不动呀 打滑呀我说 嗯 滑雪板 哦 那这不就简单多了呀 穿上滑雪板 我我我我我 哎 什么情况 还是滑不动 慧哥 平地当然还不动呀 你等下坡 准能超过他 等会 你先等会 这都是平地呀 哪来的下坡 莫不是要 我还得以为 只要咱们旋转屏幕变成下坡 就能轻而易举的超过他 此话 我也是服务了你了 哥哥 你玩游戏怎么不动脑子呢 就你还要 停就停 你先等会再说 这下面的关卡是 2023 啥意思 挑战2023 啊 这是多少米啊 20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一千多万 不是 你让我跑到什么时候呀 而且 还是在雪地里跑 你看给咱夸腹动的 知哆嗦呀 哎 装备里面有个花名袄 那赶紧穿上穿上 咱夸腹怎么说 你是个人呢 不扛动 这2023 不是个人 也不是个物 难道规则就是 让我跑到2023 年就算赢 这就离谱了呀 一直跑的话 我手指头不就点费了吗 又不对又不对 哎 不对不对 关卡是根据时间 来决定距离的 它既然如此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 修改手机上的时间 来通关 傻呀 来来来 你们看啊 咱只要把时间调到 2023年1月1号的零点钟 然后再重新进入游戏 怎么样 我就问你 在慧哥六不六 哟 慧哥 你这个字倒是还挺聪明的 没猜错的话 又该要赞了吧 哎 月儿你比我还聪明呢 没错 还就是要赞呢 来大家伙 咱们往这点 给视频来个产品赞 先来推荐 那如果大家是在 2023年看到这条视频的话 你们进入游戏 应该就会直接通关 不需要更改时间了 但是慧哥我等不及了 提前来到了2023 好 2023咱们通关了 但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这不还没完呢 来再往这看 2024 小花 你这比我还急呀 这2023咱刚刚到 你就想穿越到2024 啊 这难不成这关 也是要修改时间 你猜 我猜 我猜它就是 把时间调到2024年1月1号 然后我们再进入游戏 系统检测到我操作异常 穿越到了未来 那就跟未来的夸腹机甲挑战吧 等会儿等会儿 什么意思啊 我还真就穿越了啊 遇见了未来的夸腹机甲战士 这就是未来的我自己呀 那我自己挑战我自己 你扶吗 夸腹不扶 夸腹狠起来 自己挑战自己 也不是没可能 来 开挑 策划 什么意思啊 策划 他这跑得也太快了吧 我说 慧哥 你傻呀 未来的夸腹 肯定要比你快呀 这想都不用想 其实啊 策划就是故意刁难你的 好啊策划 我看你是不长记忆性呀 来小伙伴们 跟着规格一起在评论区发送电影 狠狠的嘲讽这策划 当然 大家还可以在弹幕里面发送怪兽 借助这个满屏特效 同样也能嘲讽他 不害 啊行啊 未来的我还拥有了新装备 但是现在的我 他有智慧 他是机甲夸腹 那如果是机甲的话 他是不是就需要有电呀 那没电他不就废了吗 哦 我懂了 咱们呀 只需要把手机电量耗到5%以下 哎 那这样的话 机甲跑到一半就没电了 我们呢 就能轻而易举的获胜了 看到没 这就是夸妇 坦克逼我快的东西 我都不服 哪怕那东西是我自己 还有谁